尊敬的戰友們好啊 內涵段子這個事件 這幾天可以說是震驚了全世界所有的華人 內涵段子給我們追求喜馬拉雅 和追求法治自由民主的中國有四個啟示 那就是80後90後2000後進入了新的革命時代 第二個中國的法治自由民主革命有了新生的力量 現代化的力量和關鍵性的力量 第三 科技追求自由法治民主中國的新時代 從這一世界已經開始 第四個 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五代共同鬧革命 從這個世界已經開始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年輕的孩子們 他們的背後都是有老爺家爺爺家奶奶家 然後自己的父母 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們的丈夫或妻子未來的 這些家庭他們都是核心 既是他們的責任也是他們的核心 也是他們的價值也是他們的力量 這次內涵段子事件證明了中國 已經從過去的封建時代 到這個所謂的假民主自由時代 和即將走向危險的獨裁時代 徹底分開開來 因為很簡單 這些孩子們 絕對不是想像那麼簡單 內涵段子的內涵是什麼 內涵就是反對獨裁 反對烏托邦 追求法治自由和民主 反對愚昧和無知 他們用的手段是什麼 現代化的科技 信息時代的手機 所有能用的一些 軟件和信息工具 而且他們是掌握和創造者 基於一身的新一代 不但如此 這些孩子們 還相當的了解 國際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也更加的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 還有金融 可以說中國未來的 一、二十年 核心的命脈 都在這孩子手裡控制的 現代化的飛機場 現代化的所謂的高速火車 現代化的金融機構、電腦操作 現代化的中國的各種認證系統 現代化的國防和現代化的科技 都在這孩子手裡邊 這些孩子之間能聯絡的能力和技術手段 和他們內心裡邊所純潔的那種向往 這種力量是任何力量是無法比拟的 這是上天、佛祖 或者是上天、佛祖 或者是上天、佛祖 傳給這一代的力量 他們沒有顧忌 沒有那麼多負擔 更沒有那麼多貪婪的欲望 所以 這些孩子們 一旦下定了決心 一旦他們 負主義行動 這個力量 任何力量 沒法比拟 而且這個規模 這個數量 不是大家所看到的 我在這不能說那麼多 文貴的爆料 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 包括內孩段子 在這之前我是不能講的 因為我和北京官方派來的代表 多次談到 他們都談到這個問題 國內的很多孩子 都相信你郭文貴說的 在什麼什麼包括內孩段子裡傳 傳的多少次多少次 而且他們現在進行了所謂的 隱蔽化的傳播 這對他們是個恐懼 內孩段子在中國 是一個事件的標誌 但它不是全部 全部都要比這厲害 這就是我一直所講的 要相信我們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 這個力量 是超越我們所有的一切一切的 我們比起來太渺小了 還有方式是多種的 很早以前我就說 例如有人 我說把車停在橋上 公共設施 是不是 鳴幾聲喇叭 甚至人家把鑰匙一扔走了 再說難道把自己油給放了 點著了你怎麼著 比你的核導彈厲害 你能把人都倒死嗎 可能嗎 那麼 那麼 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來 接下來還會有什麼 火車霸食 飛機被年輕的新一代黑客 給黑掉 中央電視台的畫面 可能出現七山同志的小手 也有可能 傅政華的監獄管理系統的門 全部被打開 比美國的那個月遇還誇張 中國的金融系統 瞬間崩潰 這些孩子都太容易做到了 對待一些老年人 中年人 我們這樣人可能很大的是很困難 對待他們很容易 指他們要不要做的問題 這一次我們又得感謝上天給了我們那麼好的理由 讓這些盜國賊的這種流氓手段 他們的無知愚蠢和傲慢 點燃了我們最最希望之火 這個希望之火的力量 就是上天給我們的力量之一 我們的國際戰場和國內的現在佔主流的 和新社會的未來的 和控制到中國核心命脈的這一代人 緊緊地連結在在一起 上天給了我們機緣 我們想說不都不行 這些年輕孩子們 他們有善良的心 純潔的心 有非常善良的追求 也非常的高尚 他們的人生追求都是善良的 公正的 立他的 而且他們是很直接的 不像那什麼韋石夏業良 史諾 唐百喬 什麼這些流氓混子們 喊著七號比天高 熟比什麼都軟 煮熟的鴨子 嘴硬他連嘴都不硬了 所以啊 親愛的戰友們 上天給了我們那麼多機會 給了我們這麼大的力量 真的是該我們贏了 因為各種機緣證明 上天一次次在幫助我們 這幾天我在華盛頓 我經歷的事情 我是被美國政府的幾個部門和前朋友 約去談事情的 我現在不方便說 未來大家會知道 大家會震驚的一次一次在看到 過去你們無法想像的事情 就是藍金黃還有盜國賊 對西方整個世界的威脅 包括對西方的老中青 特別是西方的宗教 還有這個學校 教育設施 美國的情報機構 各個方面的藍金黃的影響 金融機構 這在美國和西方世界 引起了絕對的共鳴 時間已經給了他們答案 我們說的都是真實的 比我們所說的還嚴重 他們很害怕 他們很擔心 他們也很感激我 他們對我們的爆料革命 充滿了信心 只有把國際上戰場帶好 充分地利用好科技 這有最強有力的武器 和我們國內的新一代掌握新科技 掌握國家命脈的軍隊 政治經濟文化金融領域的 新一代們的聯合 我們會達到我們西瓦拉雅的目標 而且不用流血 不用革命 也不用那夏業良 那個畜生所說的 送幾個什麼海豹突擊對接到中南海 這種無知的愚蠢 我這個就說到這兒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內涵段子 是我們話裡稱悲的時代的新的開始 謝謝所有的戰友們 對 沒有! 好那ここ